这个财阀少爷挺帅 可惜是个瞎子 因为看不见 他永远不知道吃的都是佣人们吃过的饭菜 家里佣人们每天都在私底下算计着 怎么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换成钱 说来也奇怪 这个少爷自从失明之后 他拥有了超乎常人的庭里 这天两个女佣人正嘲笑着少爷看不见 要把他的昂贵手表拿去换钱 这些对话都被少爷一听懂 气得把所有的饭菜掀翻在地 他要把刚刚商量偷他表的两个佣人 都解雇掉 小姨训斥他 这周都已经解雇很多人了 大家都觉得他不可领域 这边他告诉律师保镖人数要加倍 律师不理解为什么要加这么多 因为还有两个月就是他生日 小姨肯定要在他成年之前将他灭口 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就在一年前的晚上 汽车刹车突然失灵 接着遭遇车祸 父母双双丧命 当他一觉醒来 发现双目失明 而这件事最有利的就是小姨一家 这天家里来了一个新佣人 女孩正自我介绍 他一听这声音 这不是前两天才商场 跟他闹矛盾的那个神经小鸭子 珍恩也一下子认出了他 少爷问着我们是不是有见过 想着只要这个丫头说一句谎话 就立马解雇他 珍恩回答是 没想到珍恩 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瞎子的欺骗他 这让他对珍恩产生了好感 但很快他的好感破满 因为小姨找到珍恩 让他秘密地监视了少爷的遗弃 全部向他回头 会让他的爸爸升职加薪 这一切都被少爷偷听到 他认为 珍恩跟他们都是一样的 到了晚上 他就直接告诉珍恩 你被解雇了 珍恩搞不明白 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感觉这个少爷有点臭钱 就瞧不起人 说着你真悲哀 你的世界之所以是黑暗的 并不是因为你的眼睛 而是你那扭曲的心灵 少爷也被气到发抖 直接掀翻了茶几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他放肆 很快他就接到了恶好 女秘书告诉他 小姨就在今天 要把他家的医院偷偷卖掉 他立马打电话通知律师 律师直接把他求进在家里 因为他们早就被小姨给收买 门怎么也打开了 于是他在抽屉里找到了一把剪刀 无奈他只好把家里面被调结成长生 冒着生命危险 顺着绳子跑了出去 好不容易来到马公 却拦不到任何一辆车 正好遇到被他开除掉的女王珍 珍恩告诉他 这里就算拦到通宵 也拦不到计程车开 盲少爷却不给他好脸子 让他赶紧走 珍恩才不要热恋贴冷屁股 于是潇洒地走开了 可盲少爷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脚 还差点出了车祸 还没走远的珍恩 看到他那个可怜样 又不忍心丢下他不管 于是骑着小毛驴带上了盲少爷 这才罚盲少爷从没做过小毛驴 紧紧地拽住珍恩的衣服 生怕自己被摔死 一个小山坡 吓得他一下抱住了珍恩 两人就这样紧紧地贴着彼此 少爷的心竟然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这边小姨正签着卖掉医院的合同 准备签字盖章的那一刻 珍恩带着少爷破门而入 喊着没有我同意的合约是无效的 并要求在场律师 立刻剥夺小姨的信托权 这么吼一嗓子 还挺有威慑的的 把收购放弃得灰溜溜地走了 他跑来质问小姨 还要接着囚禁我吗 问得小姨一脸猛逼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国者已经不再相信她的话 因为妈妈临死前看到凶手 嘴里念叨的是小姨的名字 小姨感到很吃惊 秘书说是她丈夫囚禁少爷 她跑来与丈夫对质 发现丈夫正在跟一个神秘人打电话 偷听到原来自己的姐姐和姐 都是被她丈夫害死的 当年轿车悬在半空 就是她丈夫推下悬崖 发现妻子后 她对天发誓 坚决否认自己是凶手 妻子表示她会重新调查清楚 她虽然坏 但也不至于谋财害命 这时丈夫一满抓住了她 软得不行那就来硬她 原来国者的眼睛 只要做手术就可以治好了 可小姨却收买了眼科医生 为的也就是国者的财产 夫妻俩还真是半斤八辣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你以为小姨会善罢干凶吗 她安排秘书偷偷跟踪自己的老公 这不跟踪不要紧 一跟踪吓一跳 发现老公正和她的好闺蜜 她也是个狠人 直接选择报警 果然女人一打架就薅头发 你说想报警就报警吗 还告诉别人她要报警 闺蜜一下就把她给推下了楼梯 丈夫上前一打探 竟然就这么卡了名 警察也马上要来了 她竟然把妻子的尸体 藏在了后备箱 这下麻烦大了 两人得赶紧找一个替罪养 于是她花二十亿重金 让一个有钱客的杀人犯大胡子 给果哲打电话 说她知道是谁杀了她父母 接着就把果哲领了 他们医院的一个病理实验室 这个疑惑还挺坏 她想把老婆的死嫁祸 给果哲 然后夺得他们家的巨额家产 好一个一尸二鸟 很快果哲就到了实验室 大胡子把遥控这么一案 病毒就被立马释放出来 他们俩被困在这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是果哲家的 很快她就找到了病毒的疫苗 但仅有一针 她正准备给自己打时 想到了真的 他们俩谁都不用对方死 最终真恩强行地把疫苗 打进了果哲的身体 等果哲再自行开始 等待她的却是她的疑问 说她只是一个有钱客的杀人犯 杀了她的小姨 果哲一脸猛逼呀 说着不是我 我没有做 很快果哲被她姨父陷害锒铛入狱 但她的苦日子并没有结束 因为那个大胡子 正住在她的对面 她的目的 就是要在监狱里干掉果哲 因为果哲有超乎常人的听力 所以他们的杀人计划 尽收入耳 果哲就这么巧妙地躲过了第一劫 你以为她是这么好欺负的吗 因为小弟经常被大胡子 他们欺负 小弟又毫无反手之力 于是偷偷跑来告诉果哲 他们要杀她 让她要小心 两人就此结盟 于是小弟带她来到大胡子所在的厕所 根据她的指示 她冲进了大胡子所在的那一间 演了大胡子要害自己的一出戏 很快小弟就叫来了预警 这谁看谁都误会 都以为是这个大胡子 要谋杀小少年 还没听她解释呢 一个麻醉枪就打过去 大胡子一觉醒来 面对这个财阀家的王少年 她已经吓得瑟瑟发动 不过没几天 这个大胡子浑身抽出 咳嗽不停汗流不止 小腿一炉完蛋 她好像感染上病毒 于是她 亮亮呛呛地找到果哲 因为果哲注射过疫苗 她身上的血清可以救命 果哲表示病毒一旦感染 死亡率是百分百 果哲说要我救你 但你必须告诉我 是谁指使你 她从大胡子那里得知 要杀她的幕后主使 竟是她的亲女父 这边果哲刚入医院 医父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她家医院的理事长 于是她找到 负责自己案件的那位检察官 说她的医父是凶手 检察官表面 答应她会重新调查 可她早已被医父收买 医父说 这孩子病得不轻 要提前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而这一切都被波哲的顺风耳听到 她焦急万分 但也无路可逃啊 到了晚上 玉秘书潜入她的病房 来了一招狸猫换太子 就把果哲给救了出来 很不幸运 她医父这时正好赶过来 发现果哲不见了 才刚上车呢 就被警车追了上来 这下无路可逃了 司机让她自己下车赶紧逃吧 也是够倒霉了 她在路上拦起了计程车 正好她医父路过这里 就这么洋入户 这时玉秘书打电话告诉她 趴上了姨姿的车 让她有机会赶紧下车 接着车子开到天桥 玉秘书直接逼停了姨姿的车 果哲趁机下车 姨姿他们追了上来 玉秘书只好开车走人 果哲趁机爬上天桥的围带 姨姿说着 你有胆子 走跳下去 果哲哭着说 我一定会回来报仇 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这天几个小可爱 正在翻着垃圾堆 结果翻出了一个人 吓得小可爱们四处逃跑 再次重生 她过上了狗屎不如的生活 但她绝不后悔 只要她还活着 总有一天她会报仇的 这天地铁中撞到了一个女人 听着声音 是他们家的玉秘书 果哲问她 是不是玉秘书 并说着她是果哲 没想到玉秘书却说道 你认错人了 换我我也不敢相信 这还是之前自己服侍过的 那位财阀少爷 晚上她在路边 靠吹口琴卖艺 赚点微薄的收入 可她的小朋友 告诉她一件事后 她慌忙地离开了 原来她的家 已经被几个混混抄底 他们要抢走她所有的钱 果哲当然不同意 那是留给自己 只好眼睛的血汗钱 不然她要当一辈子的瞎子 于是她以命相搏 钱都撒了一地 她还死死地 护住庄前的箱子 最终被他们拳打脚踢 正好来了辆警车 混混们吓得四散逃亡 这时玉秘书找到了她 看到如此窘迫的少爷 果哲说着 走开不需要她的同情 这是财阀少爷骨子里 最后的剧场 因为果哲注射了 那仅存的一只疫苗 所以她的血清 可以用来救命换钱 玉秘书的老板 要买走她的血清 拿去制作疫苗 会给她制作一个新的生育 让她去美国留学 还会帮她向姨父报仇 果哲很快就接受了短情手术 将机探视她的心理 她回忆着过去的种种遭遇 不管是姨父变在日 还是之前 所有见过她的 都不会认出来 接着她赴美留学五年 她不在的这段时间 韩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此时变在日的老丈人 当上了博会 而她也当上了 道都集团的法务市长 意味着她再也不是 随随便便的钱 你以为她甘心做人家公司 一个区区法务市长吗 她偷偷在美国找到了 道都集团会长的私生子小帅 在背后默默地培养她 让她成为自己 最有力的一把利剑 直接插向道都集团的会长 而此时的真恩 也改名换姓 叫吴秀妍 很快到了道都集团 招聘人士的这一天 鸡叹也来了 要想抓住变在日 就要深入骨穴 刚一下车 就跟秀妍撞了个正面 秀妍骂她 这人怎么这样 是不会看路吗 鸡叹拥有超乎常人的听力 她一下就认出她是真恩 就连这个白手动物 都跟真恩一模一样 正当她要确认 对方身份的时候 朋友喊她秀妍啊 原来她叫秀妍啊 那应该是她认错人 进入考场 真恩一提都不会全靠懵 小帅可不竭 因为便在日 提前给她的案 鸡叹可是个学霸 很快他们就通过了 第一轮考试 第二轮考试 公司安排了策谎 秀妍没心没肺地顺利通过 当问到小帅 来公司面试的原因 她说成功之后 要找那个抛弃她的父亲报仇 还挺诚实 也顺利通关 接下来就是秀妍 她来公司的目的 就是便在日 因为以她的学历 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问她为何选择他们公司 秀妍差点堵不住 策谎仪很明显 开始有了变化 秀妍说着 进入道都集团 能实现踏实的梦想 秀妍顺利通关 而他们三个人的命运 将紧紧地连在一起 接下来 他们即将进入第三项考核 在考核期间 他们将会住在这里 除了卫生间和浴室 都是男女混主 泰光组长告诉大家 在最后一个竞争环节中 将有一半以上的人会被淘汰 御秘书也告诉过她 要想接近便在日 必须要进入事业部的黑影组织 但只有第一名才能进入 会长在视频中亲自说 夺得头盔者奖励两亿元 还会享有特权 秀妍这个学渣 感觉势在必得 其实最有希望的 还是积探与小帅 小帅背后有变载于撑腰 每次夺得第一名 积探本身就是学霸 第二轮比赛的排名出来了 小帅又是第一名 积探感觉不可思议 而我们的女主秀妍 竟然垫底 小帅投来无情地嘲笑 他们必须得按时解放 然后接受军队的训练 拥有强大的意志 才是决胜的关键 还要检测大家的体力 小帅和积探的体能 实力竟然都不相上下 就连俯卧称秀妍 都能扎到你 别人至少20个左右 轮到秀妍 他还指望积探能帮他 多抱准处 结果积探大喊一个 秀妍直接给他一个白眼 接着就是男生索 果然积探和小帅的速度 出奇的一致 很快便在日发现 积探将是小帅成功的 最大绊脚石 必须要想办法 将他偷偷淘汰掉 这天积探打开行李箱 莫名其妙地出现一只钢笔 询问一圈后并没有人认领 打开后 发现竟然藏有摄像头 这边便在日带着人马 来突击检查 积探立马将他收了回去 接着他们要求所有人 把行李箱拿出来 说发现他们之间有间谍 很快就在积探的行李箱中 找到了那只钢笔 打开一看 哎呀妈呀 竟然有摄像头 便在日装的 还挺像无像亮眼 他白口莫辩 便在日认为 他是公司里的建议 其实就是 他栽赃陷海 好让公司会长的私生子小帅 审讯室里便 在日装无作样地审讯他 此时的积探镇定自若 因为他也有后台啊 就在几天前 他已经安排与秘书 搞定了会长夫人 目的是为了让夫人多加关照他 积探把电话交给便在日 天哪 原来你的后台比我的硬 面前的这位可是Viva 接下来就是场面上的客套话 淘汰赛依然继续 这个公司 难道是要选国家体育运动员吗 累得我们秀妍鼻血直流 接着就是料理比赛 要考验大家的合作能力 让大家自动选择队伍 积探丽马选择了长得漂亮的小美 秀妍一转身 后面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组队 组长让多余的小帅他们 去秀妍那里 很快比赛开始 只需要做出会长喜欢的食物即可 秀妍这组的菜单是酱汤韭菜饼 金枪鱼鸡蛋卷烧豆腐 小帅吐槽他是在交外卖 积探一组都认为小美很会煮 问了才知道他只是会煮泡面 这下尴尬了 切菜也不会切 连积探都看不下去了 自己亲自上手 这刀工比小美的都好 这组真的是鸡飞蛋打 简直是车祸现场 很快比赛结束 积探他们一个个都改头换面 烧的菜连考官都不忍下意 评语是这根本不是人吃的 接着到了秀妍这一组 我的天哪 六菜一汤还有饭 评委尝了之后 评了的最佣 小帅庆幸自己 登对了组 这边便在日又把明天考试的答案 交给了小帅 小帅觉得有点伤自尊呢 他想凭自己的实力去 便在日被他一顿洗脑 先当上到孤季团的皇太子 别管什么自尊不自尊 比赛结果又出来了 第一名还是小帅 唯一庆幸的是 秀妍上升了十名 他开心不忍 人也不贪心 一周就赢十个人 三周后他就是第一 简直不要太贪心了 鸡看也开始怀疑小帅 不怎么努力的人 怎么考试每次都是第一 这里面肯定有鬼 竟然让男人和女人进行摔跤比赛 女人很明显不是男人的对手 没办法这男人还挺帅 于是趁机抱了上去 接着是第二组 男人自信满满 结果女人把他摔了个狗吃屎 再也动弹不得 接着就是积探和秀妍了 很明显秀妍打不过 于是趁机不备 反让积探摔了出去 结果两人就这样扭打在一起 这完全是来搞笑的 这天小帅接了一通电话 积探拥有超乎常人的听力 他发现打电话的人 近视便在日 两人约好在咖啡屋见面 跟往常一样 便在日把考核的答案 提前交给了小帅 这是专利纠纷案的战略 这样他又可以拿第一名 还会得到公司里所有人的认可 而他们的对话 都被楼下的积探听见 怪不得小帅每次的第一 最终的考核结束 小帅稳夺头盔 积探无缘晋级 就在便在日准备宣布结果时 太光组长打断了他 叫他不要急于下定门 等公司的专利纠纷案最终获胜后 再宣布结果 因为就在昨天 积探告诉太光组长 便在日帮助小帅考试作弊 所有的答案都是他提前准备好 便在日找他理论 他也不予理会 自己在公司辛辛苦苦二十年 却因为变在日的一个空降 让他失去了上升的机会 他永远不想这件事再发生第二次 而就在紧要关头 秀妍在视频中找到专利纠纷案的众某人物 吴顺德 但他不想把这个线索分享给积探他们 证明自己的实力到了 因为之前没人愿意跟他组队 大家都瞧不起他 可还是被积探他们发现了 根据车牌号找到的 却不是吴顺德 视频中的他很胖 而这人很瘦 验指纹吧 又验不出来 指纹都磨损了 但很快积探发现他的声音 就是吴顺德 而这边专利纠纷案正在开庭中 事实证明小帅他们的战略完全不行 快要败诉的时候 积探带着一群人冲了进来 交出关键人物吴顺德 而对方不承认认识此人 还在狡辩 于是积探把吴顺德的手机交给了变载日 他拨通了上面的电话 对方律师的手机响起 且电话中还有两人的短信聊天记录 成功地扳倒了对方律师 获得了胜利 如今变载日对他刮目相看 很快就把他带去见了小会长 这意味着积探离复仇的日子更进一步了 第二天 太光组长召集大家 说到都集团的原材料出现了问题 原来到都集团原材料造假 被媒体报道了出来 这也让到都集团和许多子公司股价一路暴跌 会长也是大怒 心灶力都差一点放 这时姨父走了进来 说找到嫌疑人了 是海南的麦克成 会长立即下令 让姨父跟文太光联系 让学员们一起帮忙 这才有开头太光组长召集大家的事情 而他们的任务就是 找到伪造工厂的位置 然后告诉他们 今晚麦克成会参加领事馆主办的派对 接着太光组长将组员分成 男女搭配的四组 晚上安排他们进派对 而秀妍穿得像一个村姑一样 出现在众人面前 而众人也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鸡探连忙拉走秀妍 重新给她打扮一番后 秀妍就焕然一新了 当天晚上他们来到派对 而太光组长会根据学员的打扮 让他们轮流替换麦克成的领家凶真 在出发之前 太光组长慎重交代 两个人必须成功一人 让他们在跳舞的时候完成任务 就在小美准备动手的时候 结果麦克成来了电话 错失了机会 太光组长看到小美失败 现在也只能把希望放在秀妍身上 而秀妍也的确引起了麦克成的关注 并约她到房间去 为了完成任务 秀妍来到麦克成的房间 一肚子污水的麦克成 想占秀妍的体 于是秀妍直接将香槟 倒在麦克成的身上 过了三十分钟 还没有看到秀妍离开房间 秀妍和小帅都非常担心 两人主动要去麦克成的房间 而麦克成这边 因为浑身湿透 就取下了胸针 准备去洗澡换掉衣服 没想到秀妍和小帅这事找来 就在差一点露线的时候 秀妍连忙说他们找错了房间 等麦克成进去洗澡的时候 秀妍拿出监控胸针 替换了麦克成的 然后刘妍离开了房间 秀妍为了让小帅赢 要把秀妍他们全部调回韩国去 留下小帅一组完成任务 太光组长反驳不了秀妍的决定 就在这时 秀妍接到了麦克成的信息 秀妍看到也是无话可说了 只能让他们留下来继续任务 另一边没有得逞的 麦克成不甘心 一次不成再来第二次 这天又约见了秀妍 不过这次秀妍可不是单枪皮吗 秀妍和小帅就在不远处跟踪着 接着他俩来看了 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舞 说话间两人打情骂靠谋 这让一旁的秀妍极度不适 想着麦克成怎么会喜欢这么的 无理吐气的 秀妍和小帅通过耳机告诉秀妍 要矜持一点 妖像的永汉 气得秀妍把耳脉直接扔到地上 一个劲的萌弹 就在麦克成打电话的间隙 他们赶紧跟了上班 再一次警告秀妍 不要忘了行动的部分 就在秀妍一个劲地催他们的叹手 麦克成回来了 吓得两人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没办法 他们已经被麦克成盯上了 就在麦克成准备要看清他俩事 秀妍瞬间和小帅亲到了一起 麦克成看了一脸网 便离开了 过后两人狂恕口吐了一地 这下好了吧 把麦克成秀妍他们跟丢了 太光组长这边是一个劲的骂 不过很快呢 秀妍就收到麦克成的邀请 约晚上七点两人继续打牌 因为麦克成有很强的胜负欲 之前秀妍跟他打过牌 每次都赢了 这让麦克成心里很不爽 眼看秀妍和秀妍都跟麦克成交上了 小帅这边一无所获 但他必须得第一 以得到老会长的赏识 于是就在麦克成与秀妍 在海边漫步的时候 他被地里偷偷地打给麦克成 告诉他 秀妍和秀妍都是道都集团的间谍 目的就是为了接近他 查出他们假药厂的具体位置 而小帅的目的 是为了获取麦克成的信任 秀妍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曝光了身份 很快 秀妍来到麦克成的别墅 管家给他倒了一杯香槟 一会儿过后 秀妍感觉嗓子干哑一时模糊 就这么倒了下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绑在椅子上 旁边放着一台侧后 自己完全动弹不得 正脱不开 这时麦克成带着秀妍走进口 秀妍一看到秀妍的抓 变得激动不已 麦克成拿出领带加生气地砸在地上 秀妍还在吉利角落 接着管家就拿出了他的看家本 是兔真记 秀妍逐渐变得争鸣不堪 他的意识由此被麦克成困住 就在他一点点的堵出真相时 强大的意志让他清醒过来 喊着你被骗了 注意看这个帅哥正在举杠铃 秀妍跑过来 把杠铃使劲地往他身上压 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因为小帅为了争夺第一 竟然不顾同事的死活 小梅跑来拉开了秀妍 从此两人的仇恨越结越深 这边小帅带着一笔巨款来找麦克成 说要购买他的假药 接着麦克成就带他去假药工厂拿药 此时小帅自信满满 因为举报了秀妍和积碳 他认为已经获得了麦克成的信任 可他们刚到工厂 一批警察也全部赶到 接着对他们一一怠悟 便在日才发现 他们都中了麦克成的陷阱 所有的人都被麦克成给收买了 就在他们准备扣住积碳的时候 麦克成说道 他是我的客人 不要动他 便在日一脸猛逼啊 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积碳被麦克成绑架的时候 他交代了一切 便在日是他的杀父仇人 道都集团也是他的敌人 他要和麦克成连手 经过这事之后 积碳想要跟麦克成一起卖药药 但麦克成还不是很信任他 积碳刚走不久了 管家就告诫麦克成不能信任这一步 麦克成却满白信心地说道 便在日是能够验证他的最后机会 很快他就来看便在日 此时他想麦克成肯定在监视他们两方 于是他便在他们面前演了一场戏 完全获得了麦克成的信任 接着就将积碳打扰 他们的假药制造者 怪不得怎么找都找不到 原来是在海上的一艘游轮 于是他赶紧打电话通知了秀 让他带着警察来抓人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小弟们统统拿下 积碳正拿着枪对准了麦克成 但他并没有开枪 说着你走吧 我跟你无怨无仇 多亏了你才让我的目的达成了 麦克沉生气地说道 我们迟早会再见面 积碳获得了此次任务的头等功 成功地解决了公司的危机 会长亲自打电话给他 对他那是一顿夸呀 除了二十亿奖金 还会为以重任 所有人都为此庆祝的时候 只有便在日和小帅闷闷不乐 因为他们一直都被积碳蒙在里面 被耍得团帆转 韩国顶级台发家的大小小 坐在自己的私人飞机上 手持昂贵的香槟 女佣人正在为他做煤茶 突然飞机颠簸了一下 哎呦喂 美甲给图坏了 女佣人小心翼翼 跟着大小姐说对不起 谁知大小姐要求飞机马上停飞 女佣人解释说 现在处于一万米的高空 根本停不下来啊 谁知她把面膜 接下来这么一水 没有什么事情比她的脚更重要 接着抬起她的脚 狠狠地要求女佣人 把她脚上的指甲给挺干净 女佣人下的是一个劲的求饶 这个财罚大小姐 就是到都集团家的千金 也是鸡探入直道都集团的第一项任务 接待这位大小姐 玉秘书告诉她 这个财罚大小姐目中无人 唯我独尊 让她好好领教这位大小姐 就知道曾经的李国哲是多么的嚣张了 很快她就到了机场 接到了这位大小姐 财罚大小姐一看 咋就她一个人来接她 还吐槽 她是跟鸡学的敬礼 点一点头就够了吗 接着就是一次警告 说着第三次警告就辞掉你了 想到之前 自己也是这样对待真恩的 她莫名的 觉得自己当时有多罢了 接着她按照会长夫人的要求 把大小姐送到了美容院做头发 可大小姐是要去酒店spot的呀 鸡探邀请她下车 她也不听 随后她就一把将她拽了下来 气得大小姐就给她的财罚 爸爸老会长打电话 投诉面前这个讨厌的男人 扬言要立马开除她 老会长当然舍不得开除鸡探这个人才 说着好好听她的话吧 鸡探也不跟她废话 一下就将她扛了起来 当着众人的面将她扛进了VIP室 才把她放下来 大小姐准备给她呼吃一巴掌 鸡探一把捉住她 她现在也没办法等到 不耐只能听从鸡探的安排 不管是头发还是衣服 暂时先忍气吞声 这时我们的秀妍 故闯了财罚大小姐的VIP室 正在里面开心地试着衣服 这时大小姐走了进来 竟把她当成服务员 狠狠地训斥一对她 秀妍刚要解释 一巴掌就直接扑过去 秀妍气到无语 啥也不说 首先第一步呢 事先叫门反锁 第二步来顿唇舌大战 最后直接好起了头发 反正秀妍总是有理的 她是属于正当防卫 这号的满满一手头发 我看了都心疼 此时我们的财罚大小姐 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被秀妍训得服服贴贴的 等鸡探走进来的时候 我的天哪 童小娇生惯养的她 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女人 很快呢 他们就回到了财罚家的别墅 见了她的相亲对象 突然这个大小姐对着众人说 她已经有爱人了 大家一连努力 说着要和鸡探结婚 鸡探吓得瑟瑟发抖 赶紧正脱 鸡探百口莫辩 夫人气氛不已 随即将鸡探再走 不过越是这样 相亲对象反而喜欢上这个大小姐 鸡探这边正合大小姐理论 原来大小姐不喜欢那个相亲对象 然后借鸡又整理了鸡探 简直是一箭双雕 一举两得 这时机她很看到会场夫妇出来 她立马将大小姐拢开 大小姐喊着你疯了吗 就凭你也想高攀我 好了误会不解最后 这大小姐的独立算盘是打错 这边听说公司的大小姐老婆 都排着对本分呢 傲娇的财阀大小姐迎面走来 秀妍一看 这不是昨天被她暴打的那个女人吗 吓得心脏差点骤停 于是祈求老天 不要让这位大小姐认出她 不过该来的迟早都要来 大小姐说着给我抬头 很快 两人就被叫到了她的总裁办公室 秀妍走到她的面前 大小姐条件反射 吓得缩了回去 秀妍说这次换你好我的头发吧 要不打脸也行 大小姐也不废话 让她直接卷铺盖走人 吓得秀妍一下跪了下来 她还有一个生病住院的弟弟 如果她被解雇了 家里人都得死 这让鸡叹想起了之前 也是这样对秀妍爸爸的 于是她替秀妍求情 说一旦事情传开 大小姐颜面合存 于是大小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放过了秀妍 如果给你400亿 怎么才能快速花掉呢 财阀家的小会长是这样用的 一小部分用来贿赂政界人士 让她虔诚无忧 赌博一晚上就能干掉300亿 当然了身边的女人也不少 而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道都集团化工厂 发生了T9泄露事故 一个大叔被炸得满天飞 紧接着送往了医院 很多记者都赶来采访 医生却说病人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女人说患者身上已经被泼到了T9 那是非常危险的致癌物质 她的丈夫就是死于T9 但没有人相信她的话 而研究报告表明 如果使用T90年以上的 致癌率能达到20% 小会长却不以为然 如果胆小 就别做生意了 道都集团的T9 设计的产品种类非常广 服装玩具餐具等等 很快女人召集了韩国所有记者 皆是道都集团的飞幕 大家吃的餐具 穿的服装都能致癌 小会长还在给大家洗脑 说他们之所以换来 是因为他们的体质差 听说别人在开记者会 揭发她 小会长再也坐不住了 便在日就是喜欢看到小会长 鸡飞狗跳的样子 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她的下场 到底是不是存在致癌物质呢 鸡探想试一试就知道了 她邀请小会长他们来这个餐馆吃饭 然后安排工作人员餐盘全部摆上 到都集团出品的 晚饭时小会长开心地调着牛肉 不时地夸着今天的菜 怎么这么好吃呢 鸡探没心没肺地告诉她 这些容器都是到多集团生产的 碟子 不锈钢铁盘 碗全部都是用T9涂层的产品 小会长连忙吐掉刚吃下的食物 鸡探算是明白了 这绝对有问题 郁秘书告诉她 小会长通过T9已经赚了数百亿的钱 她才不管有人会得癌症死去 鸡探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人间祸害 这边T9大叔抢救无效去世 小会长要求一定要阻止家属进行尸检 媒体曝光的话彻底弯弯 于是医院偷偷地将尸体转移 而家属在外面却毫不知情 等到没人的时候才和家属公布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 接着一份和解书让他们放弃诉讼 给他们一笔巨额的赔偿 家属上一秒还真的面红耳赤 下一秒看到这笔巨款之后就不说话 这边鸡探与小美混进了小会长的黑人场所 她想小美通过打扑克牌的方法 搞定这里的头目 小美平时只会打打杀杀 从来不会这些技能 于是鸡探对她进行了深层次教学 她告诉小美男人是视觉动物 要挤出自己的事业线 通过迷人的眼神去挑逗她 搞定那个家伙 谁知男人无动于衷 还骂小美为什么瞪她 第二次她将使出必杀戟 这个是女人最致命的武器 当小美问是什么的时候 原来是眼泪 男人对女人眼泪的抵抗力很弱 特别是漂亮的女人 小美便假装地哭了起来 谁知男人却说装什么轻重 真扫心 注意看 这个男人喝醉了酒 竟然打女人 这时小美出现了 她最见不得打女人的男人 二话不说 就将她撂倒在地 掐住她的紧动漫 这一幕被酒店的黑老大看见了 让她升职加薪 搞了半天 原来黑老大好这一口 小美被单独留在黑老大的房间 接着鸡探就带进来一瓶铜酒 下了很重的面影 使劲地摇晃 不一会地攻击 黑老大转转了过去 很快他们就打开了保险箱 拿到了证明 剃酒产品致癌的关键证据 这编辑看刚出来呢 就被变在日给盯上了 为了不曝光自己的身份 她主动找到变在日 把这个重要的证据交给了她 取得了她的信任 变在日也挺大方的 送给了她一只昂贵的手表 鸡探戴上这个手表 将永远是她的 鸡探回来也不稀罕 直接砸了个粉碎 很快到都集团呢 剃酒产品致癌的事件被曝光 黑老大也到处被人带领 这时候鸡探打入敌人内面 深得黑老大的信任 一批的警察赶来到都集团 逮捕小会长 小会长急得上船吓跳 命令公司的人 把一堆的检察官困在电梯里 他争取时间 把所有的证据都销毁 就在他们进来时 小会长已经销毁得差不多了 便在日装模作样地 维护着小会长 其实可把他高兴很坏 不过很快 黑老大就发现 这件事不简单 他们之间肯定是出现了叛徒 此来想去 他想最可能的就是便在日 于是就把便在日抓了过来 逮到就是一顿猛踢猛串 反正他想逃离韩国之心 就地解决掉便在日 便在日这时 用眼神求助鸡探 鸡探恨不得他上西天 突然这个黑老大 想拉鸡探下说 竟然让鸡探来 他一步步地走向便在日 一把扎了下去 什么情况 那刀根本就没有插进去 他偷偷告诉便在日 警察马上就要到了 三两下之后 黑老弟们全部搞定 便在日也拿到了 可以让小会长坐牢的关键性证据 并告诉鸡探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这个恩情 这边小会长被送往法院的路上 秀妍正跟他讲解着法律文件 小会长趁机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小帅看在眼里 秀妍怎么也正脱不开 他还不知道 这辆车是将他送往黄泉路 到达法院门口 并告诉所有媒体 如果这一次他被判有罪的话 他将他的财产全部分给各位 法庭上 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关键性证据 这时小会长再也坐不住了 吓得瑟瑟发抖 可播放录像证据时 却被人偷偷地销毁掉了 这是我见过最可怜的女人 因为她出庭 执政她所在的公司道都集团 生产T9致癌产品 导致很多人患癌 最后法院判定 小会长判处6年有期督心 看到儿子要蹲监狱6年 这老会长气得当场就晕了过去 自己一辈子的心血 即将毁于一旦 这边小会长被押上车的时候 被很多人砸臭鸡蛋 但看他这种态度 毫无悔恨之心 紧接着公司生产的所有产品 都在市场下降 道都集团的股市大跌 这边小会长在监狱 当他的下人 随时报告秀妍的行踪 等他出狱之后 一定要让他血债行闻 秀妍再次回到公司 所有人都对他避而远之 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同事对他冷嘲热讽 直接让他去角落的位置工作 接着他的上司 让他重写一堆的报告 尽管之前对他赞赏有价 这时会长夫人也跑来公司 给了秀妍一嘴巴子 随后把他给赶出了公司 秀妍就这样被赶出了公司 仅仅只有鸡探跑来安慰他 经历了生死之后 便在日式完全相信 秀妍把他带入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控制网络水军 压制到都集团的股价 在最便宜的时候买进来 这样他们就可以一次性吞并到都集团 原来卖掉秀妍家医院的500 便在日全部用在这里 他一定要夺回属于他的情 可仅凭他一人之力 是无法扳倒便在日 于是他给到都集团的老会长 打了一通匿名电话 后路是便在日在背后搞跑到都集团了 目的就是为了吞并到都集团 会长以为这是恶毒剧变化 于是他把便在日的录音发了回去 原来股价暴跌 都是便在日在背后活动 会长让泰光组长秘密调查便在日 另一方面 他让下属立马去查找自己的私生 一个儿子已经入狱了 他不能让另一个儿子漂泊在外 泰光组长就了解到 小帅竟然是会长的儿子 他跑来告诉老会长 原来他的儿子一直就在他身边 就是公司这批新进的职员小帅 并警告会长 小帅是便在日培养起来的 要小心那孩子 会长说见面之后判断也不晚 接下来就是父子相认的现场了 小帅问着为什么要找我 会长却说想你了 看到你现在平平安安的就够了 小帅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接着会长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鸡探与他约在教堂相见 于是与他儿子的第一顿饭到此为止 很快会长就来到了教堂 鸡探就给他放映 便在日背后的一些勾当 但老会长必须要知道 打电话人的目的 如果不跟他说明来历 他不可能跟他合作的 无奈老会长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鸡探就这么走到了老会长的面前 这一天 骨灰堂告诉他 姨父鸡探父母的骨灰 合约到期了 问他要不要去续约 姨父说直接全部稻草 等鸡探赶到时 父母的骨灰都被他们倒进垃圾 就连父母仅存的两张照片也被烧毁 他心痛到无法不息 便在日又让他的父母死了一次 他发誓要把便在日的灵魂挖出来 踩在脚下 用世上最悲惨的方式不断地见达他 此时的他完全失去了人质 打听到便在日在停车场 他轮起铁管即将要砸上去 玉秘书连忙阻准了他 就这样 鸡探终于冷静了下来 便在日通过30个匿名账户 准备花200亿买下到租集团的子财 与此同时 玉秘书也给鸡探准备了 30个匿名账户 于是鸡探安排服务人员 故意撞向屋组长 等他去卫生间擦拭的功夫 接着他们就将200亿分别转到了这些匿名账户 账户都被调包了 竟还傻傻地往里面转钱 很快200亿就转入了鸡探的账户 第二天 他们一打开账户 余额竟然都是零 这边鸡探和老会长约好了 9点开始股票全部买进 而当事人吴秘书长此时的变化 却是关机中 这意味着他已经被探了便在日 吴秘书长到底去哪个呢 原来他已经被鸡探了 他们强行带走 千军一发之间 便在日要他的老丈人去筹罚300亿 而他们的后台 已经被老会长给贿赂了 没办法便载人 只能拿出自己的私人存款300亿 带着鸡探一起去取 加上前面的200亿 正好就是卖掉他家医院的钱 趁便在日取钱的工夫 他赶紧打电话给余秘书 让余秘书安排自卸车 在他们路过的十字路上 直接撞向他们造成车祸的假象 然后趁机把钱拿走 余秘书也吓到了呀 这可是玩命的事情 但鸡探也不管了 他可不想便在日这么逍遥自在的 用他家的钱 他宁愿用火烧掉那300亿 也不想让便在日拿走 很快 余秘书这边与助手严阵一带 在路口差点撞上去的时候 余秘书舍不得他的鸡探受伤 就这么巧妙地躲过了 鸡探绝望透顶 于是他看向了路边的路障 猛踩油门 迅速地撞了上去 这个男人疯了 为了干掉自己的杀父仇人 准备与他同归于尽 万幸我们的鸡探活了过来 而旁边的杀父仇人便在日 就没那么幸运了 很快余秘书他们赶到 拿走了便在日的300亿 还不忘给他们叫了个救护车 余秘书很担心 鸡探 还是被助手给拉走了 紧接着 他们就送往医院急救 这边到都集团老会上 在股票站中终于遗忘 这可是鸡探用命换来的 第一件事呢 他就要清除公司这个毒瘤便在日 便在日也是命大 竟然醒了过来 他老婆告诉他 股票站输了 三百亿也不翼而飞 便在日快气疯了 他老婆跑来置位积探 积探把所有负任 都推到那个吴组长身上 说他换了命名账号 又拿走了那三百亿 而我们可怜的吴组长 此时也不知道在哪个角落 被人捂花大马 还二十四小时监禁 这边老会长来医院看望积探 在股票大战中 积探可是头等风啊 说会开除便在日 对积探升职加薪 积探却让老会长解雇他 这样才不会被便在日怀疑 因为便在日的老丈人 势力强大 他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要想铲除毒蘑菇 就该直接翻更土地 老会长很好奇 他跟便在日到底有什么恩怨 积探并不想透露 老会长也很尊重他 这边秀妍 正在为弟弟的住院费发愁事 护士告诉他 他弟弟的住院费 已经全部交亲了 他以为是这位律师叔叔交的 其实是积探 委托这位律师帮忙交亲的 因为怕秀妍有心理负担 所以他没有直接出门 也是巧啊 积探和秀妍的弟子 住同一个医院 正好小帅来医院找秀妍 看到他正在为积探吃东西 两人拟容我浓 气得小帅醋意大发 跑来隔壁找到便在日 告诉他要小心积探 便在日的脑子很乱 他现在都不知道 到底应该相信谁的话 这天积探要出月谈 他来秀妍弟弟这里告别 突然积探 看到了弟弟脖子上的项链 有点熟悉 拿在手里闭着眼睛 看一眼 这不就是当年 他送给真恩的那条项链了 难道秀妍就是真恩 这让他找得好苦啊 他疯狂地给秀妍打电话 迫不及待地想与他见面 这时秀妍正跟小帅在一起 小帅醋意大发 直接挂断了积探的电话 他一遍一遍地这样打着 说着秀妍你快接呀 这时正巧 让路过的便再日给听到 问着积探你女朋友的名字 叫车真恩吗 积探稀里糊涂地糊弄了过去 但便再日对他的怀疑 却没有停止 玉秘术警告他 最好不要与他相认 这样会把他卷入危险之中 不过他还是坚持 在秀妍避过的公交站 就这样死等着 直到十几趟之后 他终于等到了 此时的小帅也尾随而来 看到积探出现在秀妍的身边 那叫一个气啊 于是他就跟秀妍表白 秀妍还有一个生病的弟弟 怕连累积探跟他一起吃苦 明明两人是相爱的 却因为各种无奈而分开 这便便在日月小月不对劲 车真恩 感觉很耳熟呢 他突然想起来 当年宋伯哲到医院的那个女孩 就叫车真恩 他怀疑姜姬叹就是李伯哲 于是他立马打电话给他的老丈人 叫他务必要小心姜姬叹 说他很可疑 他要确定一下姜姬叹的身份 而这些对话 全部被姬叹进收了中 想起当时在医院 跟便在日一起抽过血 于是他打电话给林医术 让他赶紧去守护医院 把他当时留的血液包给吊翻一下 当于秘书赶到的时候 便在日的老婆先探议 于是借机故意拖延时间 而助理这边制造混乱 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趁机吊包了姬叹的血液包 检查结果出来 姬叹和李国哲并不是同一个人 便在日开心急了 都是自己吓自己罢了 立马找到姬叹请他喝咖啡呢 便在日的老丈人受贿军火伤 专门贩卖一些不合格的轮胎给军队 造成军队事故屡屡发生 而这全部被身为卧底的鸡探 抓到了把柄 后头录下来 老会长故意让小帅来公开这个传 便在日的最后一口气 必须由小帅来断 这样可以彻底断绝他们的关系 小帅犹豫再三之后 站在了老父亲这边 很快在听证会上 老丈人一边说着 自己有一些混音 背后受贿的录像全部曝光 真的是啪啪啪把脸了 当便再认得知 都是小帅在背后搞的火 他都快气哭了 小帅可是他亲自从美国捞回来的 如今没了老丈人这个炮杀 他啥也不是彻底疯狼 成功地搬进了疯忍院 老婆上前安慰他 他竟然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想活活地勒死他 看这个样子 像是彻底疯狼 原来便在日的清醒无阻 竟然逃跑了 他打电话偷偷地告诉便在日 把他们搞成这样子的 就是江鸡探 于是他装疯卖傻 让鸡探放松警惕 等到没人的时候 才把真相告诉老婆 经过调查发现 鸡探就是李国哲 很快鸡探就发现有人在跟踪他 他还挺聪明的 把手机放在洞里 将跟踪的人拍了下来 一看竟是便在日身边的那个吴组长 鸡探找到便在日 他也不装了 直接叫他姨父 承认自己就是李国哲 便在日强忍住愤怒 继续装疯卖傻 鸡探将他手中的玩具 一下打翻在地 不管他是针锋还是装疯 结果都一样 鸡探这次有点自信过度 他可是你的姨父便在日啊 这边韵秘书的助理 跑来告诉他们 M.Care的疫苗已经研制出来了 而疫苗的制作者罗道光 带着疫苗设计图跑路了 如果没有找回的话 他们两个 兜得死在华评图老板的手里 罗道光本来是一名研发疫苗的教授 但他爱好赌博 处在破产的边缘 所以他拿着疫苗设计图跑路 鸡探决定要帮助于秘书们 达到设计图 于是准备出高价板价 就在两人准备签约的时候 小帅故意打电话给罗道光 说鸡探与玉秘书都是一红的 目的就是为了抢走他的疫苗设计图 罗道光借口跟鸡探说 改明天签约好了 今天有点累 小帅故意安排同事与鸡探喝酒 酒里已经下了很多打迷了 很快两人就这么晕了过去 在鸡探昏迷中采集了探索 小帅只是想让鸡探 背上商业间谍的罪名 让他永无翻身之用 便在日可怀疗了 他想除掉罗道光 借机嫁祸给鸡探 抢到疫苗设计图 这可比鸡探家的那个 500亿之前多了 简直是12秒 这边罗道光 开开心心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下一秒就被人一拳抱头 将鸡探手上的指纹 印在罗道光的手机屏幕上 接着又将鸡探拖到罗道光的身边 作案工具放在他的手中 并且抢走了疫苗设计图 无助理打电话告诉便在日 一切都安排好了 便在日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这边秀妍从弟弟的口中 隔知鸡探就是女婆主 秀妍激动了稀里发拉 他赶紧打电话给鸡探 想快点与他相认 可此时的鸡探昏迷不醒 不知道将会面临着什么 这个男人太惨了 他一觉醒来 发现旁边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 而他满手是血的拿着作案工具 这时保镖们冲了进来 此时的无道光 竟然还有一口气 鸡探期盼着问他 凶手到底是谁 他就这么卡了面 完了完了 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当秀妍赶到时 看着戴着手铐的鸡探 他本想解释 小帅直接说鸡探杀人了 鸡探说并没有 秀妍当然相信他了 肯定是抓错人了 告诉他千万不要灰心 俩人竟然又赢插错了 变灾太坏了 他故意跑来监狱 找到小会长 说把他送进监狱的罪魁祸首 是将鸡探 想借小会长之手 除掉鸡探 这是鸡探第二次入狱了 第一次是因为他姨父变在日 第二次还是因为变在日 唯一不同的是 如今的他 已经不再惧怕一切 变在日 故意将他和小会长 关在一监狱房里 很快呢 小会长就在监狱里 把他打个半死 外出活动时 也是各种殴打 过了几天呢 变在日又假装去看文鸡探 看他满脸的伤 总算是放心了 还故意冷嘲热讽说 真正杀死他父母的人 是小会长 暗示他在监狱里 解决掉小会长 他的目的 就是让他俩相互残杀 鸡探也想就这样 解决掉小会长 但这样的结果却是 他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永无出投之 他努力克制住自己的行为 于是他晚上找到小会长 故意说疫苗设计图 就在他的手上 如果小会长帮他一起出 到时他会将疫苗设计图 给他作为交换 没想到这货竟然相信了 这边呢 华图平老板安排 小美区域中就出鸡探 拿到疫苗设计图 首先让监狱里 集体成员食物中毒 然后让鸡探吃下一种 休克性的毒药 接着他倒地不起 一个劲地抽搐 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可开救护车的人 就是小美 半路就把鸡探给劫走了 当鸡探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是小美救了他 原来小美是国家情报员 他也是来要疫苗设计的人 鸡探说破了天 他真的没有疫苗设计 是便载人拿走 可小美就是不相信 无奈华图平的老板 绝对亲自不够 育秘书知道大事不妙 老板拿出他的绝命武器 这是世上最痛苦的扶行 常人难以忍受 只要鸡探说出 疫苗设计图的下落 他就放过他 你知道世上 还有这种极端的扶行吗 长长的细针 直接插入男人的身体 碰得他哇哇直叫 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扶行 鸡探真的没有 拿疫苗设计图 非老大觉得 他是一个狠狠 一句求饶的话都没有说 晚上在他们一个不注意的时候 小美和鸡探趁机逃了出去 黑老大欣赏他是一个人才 决定将鸡探收入他的麾下 这样就不用担心 他以后没有继承人了 他要求玉秘书不顾一切 找到鸡探 车宇听到这话就很不开心 他跟了黑老大几十年 还不如认识才几天的鸡探 他决定杀掉黑老大 抢到疫苗设计图 带着玉秘书远走高飞 但玉秘书又不喜欢车宇 他跑来告诉鸡探 两人带着疫苗设计图离开韩国 过上财富自由的生活 鸡探当然不同意 因为他喜欢的是秀妍 于秘书认为鸡探抛弃了他 就此怀恨在心 秀妍的弟弟虽然是患有智力障碍 但他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因为疫苗设计图没法复制 拍照也拍不出来 所以他们决定让弟弟 看一眼疫苗设计图 弟弟当场就给画了出来 很快他们就将疫苗设计图 发给了鸡探 这天变载日正好捡到飞来的纸飞机 打开一看 这不就是疫苗设计图吗 为了防止疫苗设计图被外泄露 他们将心脏骤停的药 注入了弟弟的身体 鸡探看到痛哭不已的秀妍 以及在旁边的变载日 瞬间明白了一切 变载日要摧毁 所有鸡探所珍惜的东西 就是为了逼他现身 鸡探很是自责 秀妍的爸爸因他去世 现在又是弟弟 很快他找到玉秘书 让他安排与黑老大见面 他把疫苗设计图交给黑老大 黑老大帮助鸡探证文碳的清白 干掉变载日 可这边鸡探和玉秘书 已经预谋要杀掉黑老大 夺取疫苗设计图了 就在鸡探准备开枪的那一刹那 鸡探听到了动静 直接跳了过去 男人为黑老大挡了一颗子弹之后 就坐拥整个黑帮 这意味着他又可以找他的衣服 变载日报仇了 鸡探中枪后 车鱼还想继续开枪呢 玉秘书让他赶紧收手 因为他的鸡探已经受伤了 这时车鱼拿出遥控 没想到吧 他在轿车里安装了遥控炸弹 玉秘书一下 就将遥控打向了远方 趁机打电话给黑老大 让他们赶紧从车上下来 就在车鱼按下遥控的那一刹 玉秘书同时也开了枪 轿车很快就发生爆炸 不过万幸我们的黑老大和鸡探 他们都从车上逃了出来 黑老大吩咐下手处理一下现场 伪装成鸡探和小美 都在爆炸事故中死亡 很快的 黑老大就安排几个医生 为鸡探抢救 弹子弹射进入头部 很难保证能救活 现在鸡探的命就是黑老大的命 黑老大要求 一定要全力救活将鸡探 这边新闻上 播报说鸡探已经死亡 便再日还是不放心 于是打电话给玉秘书 听到玉秘书的亲自确认 这下他完全放心了 再也不用做噩梦 这获笑的那叫一个灿烂 医生告诉黑老大鸡探 处于昏迷中 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 也有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 只要鸡探的大脑没有死亡 黑老大也不会放弃 要将他带回中国医治 小美也发誓 一定要照顾到鸡探醒过来为止 秀妍不相信鸡探就这么死了 她要让自己振作起来 重新考律师 日后亲自审判便在日 一年的变化还挺大的 小帅当上了到都集团的社长 秀妍拥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而鸡探也终于醒了过来 但他的脑子发生了剧烈的疼痛 曾经的记忆都是断断续续的 黑老大安排陈教授 为他进行催眠疗法的治疗 可与秘书偷偷找到陈教授 要他从鸡探的大脑中 抹掉关于无锈炎的所有人和食 很快鸡探就接受了催眠治疗法 这个治疗确实有效果 黑老大找到鸡探 他很感谢鸡探为他挡子弹 他没有家人 时日也不多了 因为他心脏还有一片子弹 只要死后有人为他烧香 鸡探便喊了声啊不及 鸡探觉得这个提议很错 他很感谢这一年来 黑老大对他的精心照料 而且他要是回韩国报仇 也得有个靠山 鸡探通过认续归宗 就这样做了黑老大的赛 而他得到的 将是整个华平团 这意味着他可以不够压便在 小会长出役后 就将泰光组长开除了 他用所有的积蓄开了家炸鸡地 无幸倒闭 负债累累 小会长还时不时地对他冷嘲热讽 拿钱砸他 羞辱他 泰光组长发誓 一定要忍辱负重 报仇血恨 而李秀卓呢 开了家大排道 生意也不好 两人算是相依为命吧 期盼知道他们的遭遇后 决定召集他俩一起共事 共同打倒便在日 这边泰光组长还在排队里饭时 御秘书找到他 让他到道都酒店总统泡房见面 小美也找到李秀卓 吓得他一个激怒 昔日暗恋的人就在前 他拼命地抽打自己 很快两人来到总统泡房 一桌子好吃好喝的 吻着他 实在是 咱们太久了 狼吞午宴起来 赴一会儿的功夫 吃了个金光 还不忘碰杯呢 这时鸡探出现在他们面前 鸡探直接甩给泰光组长30分米 足够他还债和照顾家 泰光组长展动了稀里花辣 这边便在日 正在为他当选首尔市长 进行循环拉票 他是怎么做到谎话连天 还不带脸疼的呢 此时的他斗志昂 首尔市长势在必得 可下一秒 当他看到鸡探的时候 我的天哪 这个江鸡探怎么还活着 鸡探给他做了一个挑衅的手势 这意味着便在日 你死定了 这边小美告诉鸡探 玉秘书很可疑的 他已经观察他一年了 他还复制了玉秘书的手机 很快呢 玉秘书就接到了 便在日打来的电话 鸡探他们听得一清二楚 江玉秘书抓了个现行 组织将按照章程办事 被叛华评团的人必须死 鸡探决定亲自动手 让所有人在外面等着 玉秘书临死前跟鸡探告白了 能死在鸡探的枪下 他不后悔 接着一声枪响 大家都以为玉秘书死了 鸡探走出来 故意让太光组长处理他的尸体 其实玉秘书并没有死 他决定留在便在日的身边做间谍 在背后默默地帮助鸡探成就大业 很快玉秘书假一头靠便在日 说自己被组织追杀 接机躺在便在日的怀里 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啊 便在日也没有什么抵抗力 这边秀妍还在为鸡探报仇 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对抗便在日 在电视节目中把便在日对的狐幻看 鸡探看着电视中的女人 莫名地欣赏 因为他一想起 秀妍就会引起剧痛 所以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他不议 他决定与秀妍合作 通过电视节目曝光便在日的仇 就在便在日以为首尔市长 势在必得的时候 秀妍在节目中 将便在日和他努力 几年前外遇的丑门曝光 积探手指这么一大 好了 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 便在日曾经有过外遇 他还有资格继续竞选首尔市长 便在日气击败坏地跑来积探这里 可一堆保镖们将他拦在外面 太光组长告诉他 如今的江积探 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 等他想见你的时候再来吧 便在日气的差点心脏骤停 刚一回来 得知小帅把吴秀妍聘为法律顾问 安排在身边工作 他把小帅约到地下停车场 上去就是一个大走拉子 小帅警告他不要动秀妍 不然他将是他最大的敌人 接着又是一拳 将小帅杆趴在地 拿着棍子对他是一顿回答 被偷偷跟来的秀妍 看到小帅都是为他而挨打 他心疼不已 等便在日走了之后 他跑上前来将他抱在怀里 安慰他 鸡探之事正好出来 看到两人抱在一起 他感到莫名的心痛 这边 小帅代表公司参加船博承包投标案 当他看到中国公司这边的会长 竟然是鸡探 他不是死了吗 很快两人就签了合 搞了半天他发现 原来鸡探已经忘了秀妍 他赶紧找到李秀镯了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跑来秀妍这里 因为鸡探活了 他预感到自己将会失去秀妍 这天秀妍 在马路上 分明看到了长得很像鸡探的人 他确定那就是鸡探 当他赶紧追上去 却被来往的车流给截住了 鸡探早已不见了踪影 他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就是将鸡探 于是他就一直等到了晚上 他相信鸡探还会从这里路过 这时天上下起了雨 他也没有放弃 果然鸡探真的再次从这里路过 看到雨中的秀妍 好奇他在那里等谁呢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秀妍一下晕了过去 赶紧下车 冲上前去扶起了他 接着抱起了秀妍 这时小帅打电话给秀妍 接电话的却是秀妍 秀妍误以为他们是情侣 让他来医院照顾秀妍 等秀妍再次醒来的时候 照顾他的却是小帅 可他分明记得那就是鸡探 于是他跑到之前晕倒的地方 一遍一遍地发着寻人启示 寻找鸡探 小帅心疼不已 他决定安排两个人见面 看到鸡探真的活过来 秀妍一把抱住了他 鸡探却推开了他 看着眼前的秀妍 他感到寂寞声又演说 脑子里关于秀妍的记忆 一点点浮现出来 此时他头痛欲裂 这时泰光组长也正好感到 对他进行了紧急治疗 李秀卓告诉秀妍 实情 积探脑子里还有筷子带 很快陈教授也从中国城专机赶来 因为积探深派着秀妍 打破了他的催眠治疗法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消除同感 那就是将吴秀妍的记忆 全部消除 为了让他的积探不再痛 秀妍同意继续催眠治疗法 很快陈教授就将积探的记忆里 关于秀妍的全部抹料 秀妍也给了他最后深深的意味 等积探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不记得秀妍了 这是他记忆中第一次与秀妍相见 积探曝光便在日外遇的丑闻之后 便在日在首尔市场选举的投票中 遗落千丈 但他不甘心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 于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安排非社会人士故意欺负一个大神 他在众人面前 展现出毫不畏惧的英雄气概 上去就是一顿杨纵 引得一大批人士纷纷报道支持他 虽然被拉近了 但很快他又出来了 接着又继续不停地表演 不停地表演 他的人气报道 电视台纷纷报道 然后他又演了一出皮购剂 故意安排一个人砸伤自己 却意外砸伤了他的老婆 虽然一点是个猛 他强行要医生给他老婆 安排做假手术 接着在记者面前痛哭流涕 引起大众纷纷同情 进而他的支持率大幅度上升了 但在他眼里人女不容 于是玉秘书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三个重要竞选人员没希望入围 只要获得这三个人的支持 便在日就能充分当选市长 玉秘书拿出一个100块钱的花瓶 只要他们退出选举 然后将花瓶拿到古董店去卖的话 他就可以价值25亿 接着他们就将花瓶 送给了其中一个候选人 然后玉秘书偷偷告诉太光组长 便在日已经上钩 接着太光组长将他们的对话全程录音 抓住了便在日贿赂的把柄 积叹也不急 他选择在便在日当选的那天 曝光这段录音 到时候全国人民都能听见 这边小会长告诉便在日 说秀妍正在偷偷调查他的秘密资金 我的天啊 他这才刚行贿呢 要是被他查到 他就当不了市长了 于是他安排吴助理赶掉吴秀妍 就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正好被小帅撞见 于是他赶紧跟了上去 这边玉秘书也偷听到 便在日在秘密处理秀妍的事 于是他赶紧通知积叹 秀妍被便在日捧嫁 秀妍也全力去解救秀妍 吴组长开车来到一座大桥上 直接就把秀妍扔了下去 小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等吴组长走后 他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了下去 积叹挽到了一边 正好看到河边小帅正在解救秀妍 小帅哭着祈求秀妍 让他赶紧起来 自己不能失去的 秀妍终于醒了过来 如果发现秀妍还活着 便在日肯定还会继续追杀 积叹认为 最安全的就是把秀妍送去中国 小帅也一致同意 接着他们就给秀妍抱了失踪那天 晚上丈夫喝完酒回来 妻子发现他衬衫上 留了一个深深的嘴巴秘妍 他觉得他家的秘书功不可没 于是 怀疑是他们两人单独出去喝酒 却被御秘书搪塞了过去 这天 两人正抱在一起 却被他老丈人撞个正中 气得他差点当场去世 御秘书的离间计得逞 老丈人恨不得要把他弄死 无奈便在日快当上首尔市长了 他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很快就在变在日当选首尔市场当天 鸡探跑来给他送了一份大礼 然后 说着我不去探望他 一批检察官走过来 说他涉嫌违反选举 被紧急带走 吓得他手中的花都砸不稳了 鸡探告诉他 这仅仅是开胃台 重头戏还在后面 杀人绑架非法资金 以及其他的能力 当变在日被扣押到警局 发现被他杀掉的吴秀妍竟然活了 吓得他都不敢说话 蹲在监狱的变在日 只能紧急打电话给他的老丈人求助 老丈人亲眼看到 便在日出轨 他死都不想帮他 无奈他女儿的百般纠缠 要他爸爸 一定要帮便在人 于是老丈人安排下属 秘密跟踪秘秘书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 玉秘书跟泰光组长在一起 玉秘书是间谍的身份曝光 便在日在老理师的可乡了 因为这里的高官都被他贿赂 一顿饭后 就以不拘留调查 把他给放出去 出狱后的他 就被老丈人呼吃一大嘴巴 告诉他被这个玉秘书给骗了 接着就丢给他玉秘书 是间谍的证据 便在日决定将计就计利用玉秘书 他故意向玉秘书放出假消息 说要在监狱里杀掉那个受贿的证人 这样就定不了他的罪 玉秘书马上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泰光组长 接下来他们要全力保护这个证人 便在日时则是声东击西 偷偷地安排吴组长去美国 找到那个证人的家人 故意给他打视频电话 傻子也明白 这是威胁了他的老婆与孩子 要挟他不能作证 而这边老丈人把玉秘书 带到一个精神疗养院 绑住他的手脚 直接给他来个囚禁 让他不能出庭作证 法庭上 证人全盘否定便在日的违法行为 秀妍在第一轮起诉中就这么说了 这边泰光组长联系不到玉秘书 他预感到大事不妙 便在日赢了第一轮起诉 迫不及待地跑来告诉玉秘书 说他将积叹狠狠地摆了一把 还得多亏了玉秘书 玉秘书喷了他一脸口水 便在日一走 他使尽全身的力气 终于挣脱了一只手 然后立马按了一下手镯 因为那个手镯是泰光组长送给他 以防不测的时候可以发布定位作用 很快在第二轮诉讼中 就在秀妍快撑不住的时候 鸡探带着玉秘书来到法庭县场 对便在日是一阵的指挣 便在日气得直跺脚 就连小帅也一起做仗 便在日绑架秀妍的事 他的行车记录仪都拍到了 很快便在日涉嫌违反选举法 非法拘禁以及绑架 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这天他正在监狱里做着活动 突然来了个狱警 一下就给他捅了进去 一看竟然是他的侄子江鸡探 因为之前 他也是试图在监狱里杀掉鸡探 天道轮回啊 不过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场噩梦 便在日虽然坐牢了 但他在狱中吃得可香了 所有饭菜必须他一个人先吃 他的狱友是他剩下的 狱友们都不甘心 一顿骂骂咧咧咧 屋组长直接来的锁头 说他们没有资格 跟便在日同桌示范 接着小帅找到便在日 说他握有便在日犯罪的重要证据 秀妍那里拿到的是皮毛尔 他威胁便在日将他的公司 廉价卖给他 否则把他的犯罪证证 直接送到检察院 那到时候他的人生 才叫彻底完蛋 便在日现在才认出 小帅才是他真正的敌人 回到狱中 他欺的战斗战步了 这时看到几个狱员 正能说有效 他没理由的上去 就是一阵脑梯 都快打出人命了 这天 狱警叫走了屋组长 便在日很快就被他的狱友盯上 就在小便的间歇 他们将报纸紧紧紧地卷在一起 上去就是一顿路 直接将他杆趴在地 当他的老婆和老丈人来探狱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了这副惨样 此时老丈人 想是该放弃这个女婿了 还有更惨的 这天小帅又来找他了 问他考虑的怎么样啊 便在日手里也有小帅的把柄 他才不愿意把公司拱手让人呢 一杯热咖啡下肚 小帅就告诉他 你马上就要睡着了 然后就会在这份合约上签字画鸭 便在日吞吞吐吐地做最后的挣扎 就这么倒了下去 于是小帅拿着他的手 在河筒上画鸭 好了吧 现在公司也被人抢走了 而小帅不知道的是 这边鸡探接到电话 他们终于在韩国和美洲 取得了MK2疫苗的专利许可 鸡探决定以半价批发出去 这意味着可以让边在日的公司 直接倒闭关门 便在日在监狱也不闲 故意将当时 小帅陷害鸡探入狱的证据 发给了鸡探 让他的枪口对准小帅 这边他快乐地告诉小帅 你抢到了我的公司也没用 他调查过了 将鸡探已经拿到了 MK2疫苗的专利许可证 他的公司即将绑闭 小帅也会变得身无分文 小帅气得直跺脚 很快他就约机 看到了都鸡探回探 鸡探看到了他和秀颜也 曾经在一起的照片 他与秀颜曾经的关系 这么好吗 就在太光族掌 吞吞吐吐的时候 小帅直接走过来 抢走了他手里的照片 说着我要跟秀颜结婚了 所以别对秀颜上心 为了得到这个女人 这个男人疯了 故意让一群黑帮小弟 狠狠地捅了自己 上演一部绝地求生 让这个女人深深地爱上自己 鸡探看过他和秀颜的合照之后 他知道自己和秀颜的关系无疑问 无奈李秀卓告诉他实情 说秀颜当年为了救他 自己的弟弟不幸被变灾日害死 并没有说出他们俩 是情侣的关系 于是鸡探跑来骨灰堂这里 暴念秀颜的弟弟 想到自己给秀颜带来的痛感 他非常自责 无意中他看到弟弟脖子上 戴的那条项链 跟他戴的一模一样 他肯定自己跟秀颜的关系 绝对不一般 小帅这边经过抢救 还好也没什么大事 看到秀颜为自己紧张的样子 他内心窃喜不已 秀颜一走 他就接到了鸡探打来的电话 鸡探以为是秀颜 问他现在在哪 小帅便问起鸡探 你找回记忆了吗 但太迟了 秀颜已经成为了我的女 鸡探这边正生气了 太光祖堂跑来告诉他 小帅现在正在医院 好像是挨了遍再日的属下死保 鸡探不相信 便在日赶明目张胆做这些事 于是跑来监狱探谈他的口风 确实不是他做的事 他怀疑这一切都是小帅自导自言 他想跑来医院 跟秀颜说出实情 却在屋顶看到了这一幕 小帅主动吻了秀颜 这让他心痛到无法呼吸 他一定要弄清楚 他和秀颜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于是他找到玉秘书 玉秘书把他和秀颜之间 所有的事都告诉了积探 他们两个小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秀颜为了救他 自己感染上病毒 接着爸爸去世 为了他吃了很多苦 他被人陷害入狱 他也依然选择相信他 并在背后为了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弟弟也因此被便再日害死 秀颜为了他失去了一切 而且他们两个是深深相爱的 曾经让玉秘书极度不易 回来后 他想立马去找秀颜相认 太光组长却阻止了他 眼下找遍 在日报仇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和女人纠缠不清 否则太光组长会离开他 不耐机探决定先放下秀颜 搞定小帅再说 而小帅这边呢 想跟便再日合力打败积探 于是把所有便再日的 犯罪证据全部销毁 而秀颜却被蒙在鼓里 结果在便再日工程的那天 因为证据不足 罪名无法成立 便再日被当庭释放 秀颜气愤不已 检察官违背了他的所有内容 这难道是人类法律 所给予的公平吗 积探告诉他 会亲自审判便再日 因为这比法律更加正 这边老会找得了 老年痴呆外加瘫痪 医生告诉小帅 他父亲活不过六个月 他利用父亲的病重 来博取秀颜的同情 请求秀颜跟他订婚 秀颜竟然答应了 另一边呢 他秘密的找人模仿他父亲的自己 想要抢夺他父亲的全部财产 他会实现吗 女人打开手机 看到积探送给他一份大礼 是瓶中便再日对玉秘书争道白呢 接着两人打起了扑克牌 黄玉兰气得流下了热泪 他找到便再日 扑吃就是一大嘴巴走 打得便再日是一连网 好了 他唯一的靠山就这样被他做梦 老会长的老男痴呆 突然又清醒了过来 如今的他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正好可以装病 搞清楚谁才是真正的自己人 家庭会议上 只有大小姐坚持要给父亲做手术 其他人都盼着他死 然后分他的财产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 老会长喊道 你们这帮该天打雷劈的家伙 到底还是人吗 老会长拼死也要一拨 坚持要做手术 意外的是 手术途中发生心脏骤停 就这么去舍 连尸体都不知道居然 他们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大小姐建议赶紧报警 小帅不同意 这件事情对外泄露的话 道都集团的股市就会大跌 会长夫人反正是啥也不管 马上举办了葬礼 让世人以为老会长已经去世了 这样他就能赶紧分到遗产 但是很意外了 老会长留有遗嘱 将所有的遗产都给了小帅 会长夫人和小会长 他们是一分钱也得不到 这个小会长就气的呀 拉起小帅直接就干了起来 秀妍无意中捡到了小帅的手机 看到了便在日发来的短信 老会长竟然没有死 原来是被小帅藏起来了 于是他一路跟踪小帅 来到关押老会长的别墅 在角落处偷听道 小帅承认 自己作假的老会长的遗书 于是秀妍再次鉴定了遗书 发现这份遗书确实是假的 他直接拿着证据找到小帅 要他在明天的家庭会议上 亲口承认伪造的遗书 这是他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小帅回去 就把这唯一的证据给烧掉 他不能就此罢休 一遍一遍地跟秀妍说着抱歉 于是秀妍推着老会长回来 把众人士一顿下来 死了的人又出现在他们面前 老会长并没有说过小帅 伪造遗书的事情 因为他心里觉得愧对小帅 当年他的妈妈 是被老会长赶出去而去世的 小帅痛恨他父亲 秀妍并没有原谅小帅 他给了小帅说出真相的机会 于是他把订婚戒指还给了小帅 尽管小帅是一个劲的道歉 说着救救我吧 如果没有你 我会活不下去的 秀妍还是走了 小帅痛哭流涕 他确实是真心爱秀妍的 只是爱的方式错了 因为秀妍在电视节目中沉默 会回馈举报人30亿的奖励 很快就收到了变在日 当年杀害鸡探父母的证据 变在日无路可逃 他决心奋力一搏 埋伏在秀妍的车上 吴组长良心发现 打电话给小帅他们 秀妍有危险 就在变在日将要开枪的那一刹那 小帅一个飞扑 就将变在日给扑倒 但他不幸中枪 就在变在日准备给秀妍 补一枪的时候 小帅抓起手枪 又帮秀妍挡了一枪 说着能保护你 真是万幸 没像我妈妈那样 小帅就这样死了 变在日也受到了他应得的惩罚 终于判处了死刑 秀妍决定出国 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鸡探脑袋里 还有磕子弹 知道自己快要失明 秀妍离开前的样子 将是他看到世界的最后一眼 两年后 秀妍让太光组长 担任到都集团的组裁 玉秘书担任华评团的老大 秀妍也回国了 明天就是秀妍取出脑中子弹的日子 他已经完全失明了 秀妍担心秀妍 不想让他看到现在这个样子 以保姆的身份 陪在秀妍的身边 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场景 秀妍被太光组长带到他的面前 他默默地照顾着秀妍的饮食起居 陪他吃饭 陪他一起散步 为他扣扣子 就在秀妍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 说着真恩啊 你真傻 你以为你不说话 我就不知道是你吗 秀妍说着我等你 秀妍被推进了手术室 他的脑海里 全部都是以秀妍的点点滴滴 都是甜蜜的回忆 秀妍到底能不能活过来呢 我相信肯定会的 通过这部剧 相信对我们以后 识人的路上也会有所帮助 最后 感谢朋友们对电影解说公司的支持 明天我们来讲新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